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要承认 美国第三代 第四代飞机 加起来数量肯定是多于中国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就最先进的战机 像美国的F2上 中国的G20 这个数量有多少呢 美国是公开的 一共生产了188架 后来摔掉了5架 只有183架 中国是多少 没有任何数据来证明 或是说明中国有多少 但是这个事情可以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国防部发布已经说过 五大战区 每一个战区都有了G20战机 这什么概念呢 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分析 因为一般现在航空兵 是以旅为一个单位的 也就是说五大战区 每一个战区都有一个旅的G20 当然这个旅未必都是G20 也可能有其他飞机 但至少有两个大队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团 24架的战区 这是肯定是有的 如果按最低的量来判断 五个战区 每个战区 有一个团数量的G20 这五成24 就120架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像在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恐怕不只是一个旅 因为这是两个重点的战区 即使其他的战区 也未必都是两个大队 很可能还有更多一点的 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应该说中国的G20战机 起码可能数量和美国差不多 从各种迹象看 美国的F22 它也不都是在载航的状况 好像今天刚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美国 想把F22Block 10 前面的这几十架飞机 全部推移 但是国会一直不批准 不批准这些飞机 其实也没法用了 也就是拿来拆零倍件 因为我们知道 F22这个生产线已经关了 现在他们后备的零部件都成问题 它最早是1998年开始生产的 大家算一算24年了 一般来讲 飞机的使用寿命 在25年到30年 也就是说 你把那些飞机再留着 它使用寿命都已经到了 所以您说要退业 其实很正常 当然了 我们要客观看看这个问题 就是五代战机 其实美国数量还有大量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有F35AEC型 这个数量加起来 据开源的信息说 人家有400架 这个数量加起来 就比中国要多得多 不过 在中国的当面方向 它并没有那么多 400架F35 那是遍布世界各地呀 它有两个重点嘛 一个是东亚地区 还有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 它不能没有最先进的战机 F35 所以在东亚地区 就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中国的 殿20在200架左右 其实美国在东亚地区的 五代战机数量 已经不比中国多了 那其实呢 如果是把三代战机也算上的话 那么呢 中国在这边加上 殿11系列 殿16系列 还有包括 苏35 苏30 这么多飞机 加在一起 好像是比美国的那边 加上F15的这个数量要多 对的 比如说 还有开元情报说 中国的殿16 也有200多架 当然这个数据怎么不准 我们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美国目前在日本的F15 最新的消息说 在加索纳的48架F15 回去了 给他叫机动部署 说调整走了 其实啊 F15 他的寿命平均已经达到30年 也到了 退役区了 必须用其他飞机来替代 可是目前并没有很好的替代方案 要不你就用他的F2S来替代 要不用F35来替代 可是这些F2S和F35 本身就在部署当中 你只是踩东墙 补西墙而已 美国呢 还有200多架F15CD 可能要面临的推移 长期来看 中国空军重型战斗机的数量 恐怕真的要比美国多了 好 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